图文 梦笑于娱乐大本宁本文 为原创内容 魏丁本人授权不得转载和使用 抄袭者与该举报 骂自不易请多多体谅 一部神雕侠侣捧红 乐李若同 更典定了他在影视界的地位 这部戏也可以说是李若同的成名作了 更是他事业最辉煌的时刻 在那个时候谁人不识美貌天仙的小龙女 提起小龙女网友们更会想起剧中的杨过 在剧中 两人也可以说冲破了一切伦理道德 成为一对流传前骨的美谈佳话 这部神雕侠侣也可以说是李若同的成名作 而李若同出演的天龙八部王与烟一角色 更是把他的事业推向最高峰的顶点 在1996那几年 也可以说是李若同事业最大红大子的时期 因此在那几年李若同成为快智人口 编约不断的女星 什么明星代理都一一一皆冲而来 赚了盆满钵满 也就在2008年 想练于十年的的男刘郭英全 向他提出分手 具体分手详情原因不知 但同样人从1998年交往到分手 李若同也可以说为其男友郭英全走过一段坎坷的路程 在那个时候男友公司都是一直处于开证混乱的境地 李若同曾说过 不管男友是穷是负自己都会坚守爱情 对爱情中真不变 而最后其男友却没有做到 分手后的李若同一段时间患上了情绪抑郁症 因此还差一点了解人生 这或许他把感情看得太重的原因 十年的感情不是说断就断的 如果像这样的事情放在任何人身上都是一样的 此后几年李若同也逐渐吸引看出影视圈 安心养病 现在病情早已全聚 近日 姑姑李若同过生日的照片 在自己的微博中猜出 他和妈妈合影照更是一大亮点 不过妈妈的脸部被遮挡住了 看不清妈妈的真容 有些令网友们惋惜 这也许李若从为了保护家人的隐私 所以才会这么做的吧 在照片中 当年那个美貌天仙的小龙女已经不在 从她的脸上我们很清楚的就能看到 41岁的李若同容貌变化很大 如果我们想起当年的那个今日美人的小龙女和不识人间烟火的网与烟 再看看如今的样子网友们一定会心碎的 不过对于网友来说 李若同能开开心心 没有烦恼更没有忧愁的生活中 这才是最重要的 人活着不是这样吗 只要自己开心快乐 没有疾病 没有烦恼和自己的亲人快乐的生活着 所有的一切都不是重要的 如今的李若同还是单身 从分手后都没有找男朋友 这么多年来或许 她还没有从那段感情完全的走出来吧 从这一方面看 就能看出 她是一位对感情极其争议的女人 一旦认识一个男人 就会奋不顾身的把自己的感情完全交给对方 这就像她在《神雕侠侣》和《天龙八部》里面所扮演的角色一样 对爱如一 不离无弃 写手培训到牢 对此 网友们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评论哦 我是小鱼记住我 谢谢 谢谢